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Holus 今天來跟大家講講我跳完自己挖的坑之後 對於垂直機殼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老觀眾都知道我用過很多張6900 我用過四張 分別是公版、紅魔的6900 計較兩款 Gain in OC頂版的Master都有用過 那為何相同的晶片要一直換呢? 當然也是因為自己想換 還有ITS機殼的限制真的很多 那我一開始會想要從公版換掉 是因為它的轉速也相對高 再加上有時候會隱約聽到那種滋滋的聲音 所以我就萌生出了換非公的想法 那紅魔這一張超級大張 一開始散熱是用的很滿意 但是我從Machlicious換成S-Protal之後就發現 奇怪怎麼換成開放式機殼 結果溫度反而更高 然後我才開始去了解熱管乾燒這件事情 顧名思義就是熱管冷凝的水的毛細作用上升的速度不夠快 導致熱管的效率下滑 那在這種超長的顯卡下會特別嚴重 後來我換了短了4公分的Gain in OC版本就沒有問題了 那雖然沒有說很低 但是也還是正常 那我就很開心的用了一陣子 後來看到有人賣Gain最高等級的6900 他願意跟我用全新原價屋的兩個版本的價差來交換 我那時候就想說同一個廠牌應該熱管的設計參數都是一樣的 畢竟我之前跟PNY界的那張3060Ti 我在任何的角度都沒有熱管乾燒的問題 結果我大錯特錯 紅魔的夢魘又再次來了 雖然這次沒有破百 但是我直放跟橫放的溫度差了超過10度 那我覺得如果再挑戰第5次顯卡更換 像趙子龍那樣七進七出實在是太反制了 而且我後來仔細想想Meshlicious也是垂直機殼 那我之前沒有了解這件事情我就去換顯卡 我看到紅魔跟這張MASTER版本 相對於它的GPU的位置其實都蠻靠近IO端左側的 那如果今天IO朝下 那零後的水就會在裡頭向下流 就比較不會有乾燒的問題 那實測果然就超過10度 跟橫躺的溫度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溫度降低之後風扇的轉速也跟著下降 那Exproto這樣看起來倒立是有點奇怪 除非你去官網那邊買到配件 那這邊台灣是沒有通路的 所以我現在是用橫躺的方式來使用 那我今天順便來跟各位盤點一下 IO朝下的垂直機殼 如果你是6800或是3080以上這種高階的吃電怪獸 然後又跟我一樣喜歡垂直的機殼的話 那接下來你一定要看 然後最後會附上一個我腦洞大開的開放式機殼設計 聊一聊 第一個當然就是Mashlicious Mashlicious我之前有開箱過 然後開完箱就賣掉了 那再來是G-Skill的Z5i 這一款機殼它的價格非常高 再加上這個廠牌其實是做記憶體的 一直都沒有什麼討論度 那它的彎曲的強化玻璃 算是市面上很少有的配置 像這樣OE的打開 由於它是完全玻璃 再加上只靠後面兩個排氣 所以我覺得對於高階顯卡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信心 有可能就是一個大悶貫 那因為價格很高 我可能之後等到有錢或是看到有人在賣二手 再來玩玩看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H1 那知名大廠H1做的 大家有玩ITX應該都知道這個機殼 那這個機殼基本上是模組化的 有內建的供應器與散熱 但因為只有650W 再加上它不支援三槽的顯示卡 所以我這張6900沒辦法在這邊裝給大家看 那再來就是ROIS-1 這個高架機殼也是台灣並沒有代理的 所以就是有緣再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其他像是TOWER-100、A70、DLH21、SPROTO、主流還是IO朝上的 那預計在今年推出的MSI這款機殼 它也是IO朝上 垂直的ITX機殼其實不多 IO朝下的更是少 那玩ITX就是這麼多限制 那在這邊歸納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挑戰高階顯卡配置的話 請務必注意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是我畫的垂直機殼 其實跟SPROTO一樣都是A4的 架構兩個金屬背靠背組成 差別在於我是把把手跟底座做成一樣的外型 讓整個機架直立倒立橫躺都是左右對稱 因為我在想說哪天我萬一換成股風扇顯卡 股風扇下下吹我大概會強迫症發作 到時候又要換成IO朝上的殼 所以這個機架它可上可下可橫躺 對我來說其實蠻重要的 那不然SPROTO這樣子也是覺得怪怪的 簡單來說垂直機殼建議選IO朝下的散熱會比較好 除非你是用股風扇的顯卡 那如果你覺得我這個折騰的故事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HORUS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